刺绣工艺融合在地生活美学的创意手工绣花鞋 还有来自新北平邻一群年轻人 推出结合酒香的创新茶饮 这里是与松山文创园区2022原创基地节 同步展出的松烟风格指纹市集 共严选出30家台湾文创品牌 包括自然饮食、工艺手作、图文原创、 植栽相分及生活事物五大领域的创意商品 另外松烟也连接地方产业 邀请基隆、新北平邻、新竹、花莲、台东、屏东 及台北市工业设计发展协会 共同展出八个具有地方特色主题的地方好物 看见地方特色 我们是来自平邻财业青年发展协会的青年 我们是有一群在地的青龙 然后有40多位组成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协会组织 然后我们目的呢是希望说大家回乡种茶之余 可以把家乡的产业可以去做更多的创新跟传承 那我们这一次呢 跨域结合了酒这个商品 然后把茶跟酒去做一个香气的融合 所以呢我们把高粱跟威士忌熏到我们的平邻包种茶里面 然后做一个快遇创新的一个味觉的一个冲击也好 或是创新也好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风格职人市集这边来品尝看看我们的新品 然后也尝试看看不一样包种茶的味道 我们当然希望透过市集的部分可以 它这边是一个平台嘛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看见我们在地方上的努力 甚至在茶业里面 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群年轻人在回乡种茶之余 也很努力的再去做一些创新 甚至一些跨域的一些更多的想法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市集这么多优质品牌聚在一起 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可以互相的观摩跟交流 然后可以激浪出更多不同的想法 其实我们岩石造物是来自花莲 那花莲大家知道是食材的故乡这样子 那事实上以往食材都是做建材的部分 那目前慢慢二代接班以后 也开始做一些大家看到这些创意的一些产品这样子 那我们呢主要的产品大概就是用这个花莲当地的食材 那包括最具特色的蛇纹石 还有白大理黑大理等等的食材 来做一些创意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展售这样子 那来推广我们花莲食材的这些产品内容这样 那其实像一片大理石中啊 它其实是我们设计师在看到食材厂 有很多这些流之无用弃之可洗的这些边料 那利用它这些边料呢 那去做一些简单的水道切割 再重新把不同的食材拼凑起来 那作为一片大理石中它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那它算是一个循环跟材料在应用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样子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以蛇纹石为主的这家厂商呢 那他们是台湾唯一合法的这个 应该算是台湾合法的这个蛇纹石矿厂的一个厂商 那以往他们也都是做建材类的大阪或者是地瓶这一类的建材 那他们现在二代接班以后呢 一个小女生她也开始把他们家的这些蛇纹石 那重新去用水刀切割 那把它做成各种创意的造型 像恐龙啊或是扩香石啊 或是等等之类的产品 那重新去把这个蛇纹石的这个文化 那重新让大家去认识这块石头 这种石头它的这些故事跟意涵这样子 松烟风格职人市集 今年也以友善环境循环重复的媒材进行各项布置 并打造大型艺术装置作品 从品牌到展场设计 向参观者传达绿色永续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现在目前这个环境地球 基本上应该是都是需要我们要更要有所态度跟回应 那我们身为文化艺术圈的 而且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文化场域啊 我们也认为我们应该要有我们的态度 所以我们今年呢 发愿今年在世界地球 这个也跟AIT这边也一起啊 我们希望呢松烟文创园区能成为 绿色永续的一个文创园区 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去找到一个 如何更友善我们的环境 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基地的方法 它其实跟人有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啊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稍早有看到就知道我们今年的整个 呃我们的松烟风的职员市集全部的涨价都是用可回收的啊 包含的今年挑的品牌也都是跟循环友善环境的品牌有关系 那今年当然也是第一次邀请的所谓的八个来自于八个县市 八个县市啊 我们就叫职地之身啊 因为台北市首都我们认为我们希望在台北可以看到台湾各地的精彩 所以今年也邀请八个县市 我来背一下哈 从花莲开始 有花莲 有屏东 有台东 有新竹 有新北市 有台北市 还有基隆 我有没有漏掉了 哦 谢谢谢谢 这个GN还可以吗 然后所以这是我们今年首次的一个尝试 希望说大家把这里当成一个交流平台 火映刚刚我们竹命说的 今天想要走个运动风 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有运动吗 好 我的鞋子 我想我晚上还晚会 我的鞋子呢 是我们今这次文状 就是我们市集里面的一个品牌 我的戒指呢 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在 在这次里面的 已绝学的品牌 所以呢 如果各位想跟我一样走一个 运动风格的舒服样貌 欢迎等一下 或者是这十天先例 有机会来这边挑品 都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好物 由于近两年疫情 对于台湾文创品牌 在国际通路的影响很大 因此作为原创与文创基地的 松山文创园区 积极协助品牌 拓展国内市场 增加品牌能见度 希望支持文创业者 度过疫情冲击 也让各品牌的职人们 透过市集平台互相交流 记者陈添书萍台北报道 要没有 叫一更多人 有没有 沙迹 有没有 我不是比较